傳產級跳水電子要吹反勾號角了嗎? 看了就知道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平均,歡迎胡老師 平均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昨天大盤綠油油 傳產股很多都急著跳水 那這個大盤我們要怎麼看啊老師? 好,昨天這個傳產股出現重挫 那當然電子股也是重挫了 因為跌了300多點 可是昨天的沙盤重振是在傳產股比較長 所以說昨天就有人講說 那電子股會不會成為所謂的反攻的號角 目前來看有那麼一點希望 但是還沒到位 那為什麼呢?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個圖卡 那今天這個大盤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大盤今天的反彈 只是因為州選擇權要結算的關係 莊家不想賠太多錢 所以這重點是他要賺更多錢 因為很多人在之前都是不多單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一定會守在大概17000附近 可是這個守17000附近也只不過是在今天裡面 那接下來明天禮拜四禮拜五之後 可能在這個地方大盤還會再繼續震盪 那這個大盤在未來 這個曾宏我是預測 不一定的 他未來的真正的一個跌幅滿足 應該會在這個強勁支撐去這邊 也就是16300點到16550點這個地方 才會有出現一個真正的止跌 所以未來這個如果你在挑選個股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選錯未來會差很大 因為這個資金又在轉向 他已經從傳產轉到 是不是電子股 我等一下給你答案 那只是說你現在在傳產股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注意 有些傳產股沒錯 大家可以找買一遍 有些是不行的 這一點要非常注意 懸股很重要 對懸股很重要 未來的懸股真的會差很大 好再來看一下我們講到這個 非晶電子數 其實非晶電子數就是傳產股的指數 這個傳產股的指數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昨天種錯之後 出現了一個所謂的一黑吃九星 什麼叫做一黑吃九星 玩人可能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我來跟你講一下 我相信很多 這個投資朋友或同學不知道 來我跟妳講 什麼叫做一黑吃九星 我們講的新線 其實如果你有常常看 這個財經及時通 真紅的股市同學會的話 你都應該知道 新線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他就代表出貨 好 當他慢慢出貨的時候 突然來了一根長黑 把之前那些出貨的全部套好 那這樣子嚴重不嚴重 嚴重 對 這就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在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傳產股在最近 有很多的散戶被套住了 我在私下有一些朋友就開始問 問我們傳產股該怎麼辦 之前都不會問 為什麼 都是賺錢 因為之前很夯啊 對 都是賺錢 然後最近被套了才在問 所以這個籌碼上 我相信 一定要經過一次清洗 那相對的 誰讓這個非經電指數變成 一黑吃九星 我把它抓出來了 來 那就是鋼鐵 鋼鐵是一模一樣 也是一黑吃九星 所以它是最主要的 最原貨獲手 所以說鋼鐵股在這個地方 利多一直在出來 一下又什麼中國退稅 一下業績很棒 反正 幾乎好像所有的利多 都是放在鋼鐵股 那你就要注意 為什麼鋼鐵股那麼多的利多 沒辦法再創新高 而且還出現了一黑吃九星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轉弱的型態 這一點你要非常注意 這一定是主力在跑貨 那我也常跟這個同學講 我每次跟你講主力在出貨 或是在跑貨 不代表他馬上要崩跌下去 對不對 因為主力他也想慢慢的出在高 那相對的 因為散戶對這個所謂的鋼鐵股 還在念念不忘 就好像在4月中旬一樣 我一直跟你講 這個電子股不要再碰的意思是一樣 你們都一直在念念不忘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4月7號 4月9號 4月12號 我一直跟你講電子股 中小型電子股 你不要再念念不忘 資金已經轉到傳產股 當時大家都不相信 結果後面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才開始擔心後悔 好現在又反過來跟你講 鋼鐵股 是我當初4月6號 我就一直在跟你講 鋼鐵股會成為所謂的盤面的主流 我一直講 講到了4月19號 講了多久 同事朋友 將近半個月以上 市場才開始認得 那現在我跟你講 鋼鐵真的主力已經跑貨了 你相信嗎 因為他還在反彈 所以大家又開始不覺得不相信 因為還有機會 其實每一次鋼鐵股都把未來先告訴你 只是說 因為你眼睛跟你實際上看到的股價不一樣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樣鋼鐵股講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到我 其實我已經講了非常多的一些未來 後面都驗證了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最起碼 因為我之前的經驗 我操盤的經驗 24年的操盤經驗 最起碼有7成以上到8成以上 後面都會驗證 所以應該是值得你來參考 好那我們再來看這電子的指數 電子的指數 其實它已經回測到 以前大概16100多點的地方 所以它已經回到 對大盤還沒回到這邊 所以先跌的一定會先彈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 其實這個地方已經有資金在進場 那到底是誰 當然是台積電 所以這個台積電 以後我們就是一個觀察指標 但是它沒有大力的資金進去 所以它什麼時候動 我們還在觀察 唯獨台積電真的動了 這個大盤才有真的所謂的 止跌反彈甚至再攻18000的行業 否則如果台積電沒動 說真的這個大盤又在往上衝 以目前來看 完全不太可能 這邊先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你可能要稍微保守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老師精彩的分享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Light at 跟Telegram 我們財經及時通 下次見囉 掰掰